自有外送員跟轎車差點發生了碰撞 懷疑對方酒駕 一氣之下就鑽進車窗內響理論 駕駛擔心自己會有危險 嚇得直接開車離去 而外送員就這樣掛在車窗邊 被拖行了超過500公尺 事後提告駕駛防害自由跟傷害 不過檢察官認為 外送員是因為自己的行為 導致人身安全受到危險 因此轎車駕駛獲得不起訴處分 黑色轎車行駛而過 但隨即吸引了民眾目光 因為注意看 他的副駕駛座旁 由外送員緊緊抓住了車窗 整體還懸掛在半空中 到了路口轎車左轉 外送員甚至還被拖行到雙腳 不斷跟地面摩擦 直到氣力放進 被拋飛到了道路上 為何玩命懸掛車窗 原來外送員跟轎車駕駛 在前個路口發生了行車糾紛 兩車差一點相撞 但轎車駕駛認為沒有碰撞到 就要開車離開 引起了外送員不滿 就覺得駕駛涉嫌酒駕 竟然鑽進轎車內 懸掛在車窗上 而且被拖行超過500公尺 事後他也提高了轎車駕駛 傷害以及妨害自由 儘管提高 但是檢方認定 外送員當下明明可以記下了車牌 或是報警處理 卻選擇鑽進轎車車內 新車糾紛不好好處理竟然衝動 演變成懸掛拖行 這下外送員不僅摔傷 連提高也受挫 雙雙實力 記者先將張士奎 台北報導